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十一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道丸子汤不一样的做法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准备一块猪肉 把它改刀切香 再把它剁成肉末 剁好之后把它装入到碗中 然后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香菇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 锅中水烧开,加一勺盐 再把切好的香菇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把它装入烧布的盘中 放置温热,再这样 用力把它的水分挤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菜板上 再把它切碎 把它剁成这种细碎 再把它装入热木的碗中 准备姜跟大蒜 拍一下把它切成蒜末跟姜末 这个姜蒜末一定要把它剁得细一些 再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切碎 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热木的碗中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蚝油 适量的13香粉 再倒一个鸡蛋 一滴醋 一勺木薯淀粉 适量的盐 再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加适量的花生油 加20毫升的凉拌开 再这样顺着一个方向的给它搅拌 多搅一会儿 像这样就可以了 大约需要三分钟左右 然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准备几个小西红柿 把它切碎 这种小西红柿不用去皮都可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装入碗中 然后准备两宝南瓜花 把它的花瓣粘下来洗干净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石油 油温已包成热的时候 把姜跟蒜倒进去爆炒 炒出香味 倒出西红柿 然后加入清水 水烧开后关小火 像这样炒到团成肉丸子 炒丸子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小火 火太大了会把肉丸子煮散开 把丸子全部放进去之后 再看中小火慢慢的煮 煮至丸子飘起来就已经熟了 然后把提前洗干净的栏高花放进去 煮一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 撒点食盐 加点葱花 汤里面我就不放其他调料了 尽量给它保持原汁原味 这样才好吃 才好喝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倒入大碗中 像这样简单又美味的香菇丸子汤就做好了 汤汁些香美味 丸子吃起来爽滑又Q弹 喜欢的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孩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